现在是6月下旬了 我们呢准备要开挖土豆了 因为这个梅雨季节已经到来了 如果土豆不挖出来的话呢 在地里容易发芽 其实这个土豆你看就在表面 你看今年长得可好了 刚才我现在挖看看 这是花土豆 这个花土豆挺爽叽的 这个花土豆再种一叉 这不是卖鱼 这个不是卖鱼 这个是卖鱼 对 还有黄的 我们这有好几个瓶鱼 是鸡蛋一样的 就是就是就是鸡蛋一样的 那个是不是喜欢这个红色的 我喜欢这个 所以你你这个是不是种了很多 这个为了这个用了不少的心机 我觉得还是那个黄的好吃 这个好 这个我觉得 你看看 鸡蛋这一棵 你看 这里七棵 下面还有呢 还有它一块 但是现在你今年是这个苗种的好 它长得很高大 这种呢 开花也开得很好 那好的苗也这么多 这一棵就少了 少了也不少了 少了也 你看看 土豆最高 花生挺高 少了 这个也挺好 你看 这个很胖 别这样 有 保护得好 两棵这么多吗 哎呦 所以不种不种 今天产量还是蛮多 还是有 看一看 壮观了 花了这么多 这个花色的 品种的土豆是比较罕见的 这个红皮的比较常见 然后我们放在工具房里面 慢慢的阴干 八月下旬呢 我们准备再种一批 就是整棵买下去 那是 似乎 感谢观看